恭喜世宜 就是前十名 你开心吗 其实有一个大跃进 这次 上次出舞台紧张的时候 表现得不是很好 这次也算是翻盘 有想到可以进到前十名吗 其实 想过 最开始的时候来之前 当时一直觉得自己会是一个 还可以的成绩 然后上次对我来讲也算是一种 打击其实 然后后来 就更努力的去练习 然后放平自己心态 然后摆成自己位置 其实上一轮的排名你是多少 44个好像 那时候就是你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 那时候你是怎么样去 应付这个 这个排名呢 面对 当时是下来之后 就是 就是装看不见别人 就是自己封闭起来那里 对然后 但是大家发现 情绪低落呢 就都会来安慰我 然后跟大家聊开自己心里的事情就好 对 那这一次就是 有这个这么好的成绩 你有什么 谢谢的人吗 谈一天 谈一天 对 因为 上一次成绩低的时候 然后当时他就过来跟我说说 明天要选人了 然后我会选人 我要选你 然后我要把你拉回来 这样的对 然后当时特别感动 我谈一天那么好 对啊 很暖的他说这些话 因为他 对 他因为之前我们也在别的地方见过 节目对 然后当时也是知道对方都是很实力很强的 然后见到这次见到之后本来就有一种 老朋友好久不见的演的 然后结果 当时我们特别好玩 我们在出舞台前一天 然后我们说 明天出舞台 然后谁的成绩最低的 就是 请吃饭 对 然后当时我跟他们 恩万三个人都有说过 你就跟谈一天还有谁呢 嗯 小溪就是张盛希 哦盛希 对 然后林展树 我们几个人就说 明天一定都要拿一等星 这样的 哇 然后结果当时就我是三等星 所以你请他们吃饭了吗 没有后来他们说 本来就那么难过 干嘛还要请 哈哈哈哈 然后对 然后后来当天他就说 说不该是这样 然后就说 这次 咱们迎回来是这样的 嗯 但是其实那时候他们三个是一个队 为什么你就不参加他们呢 就那么关系好的吧 哦不 因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团嘛 然后我也在boyhood 嗯 所以对 所以 但是关系就很好 对 其实也是来着之后才熟起来的 最开始的时候就只是有一次节目 然后大家在一起录影 对 然后 那天那会是 但是人很多也没有说很多话 嗯 但是他们是你在这里就是 最熟悉的朋友吗 而是谁呢 嗯 现在小天除了我的队友 他应该是我在这里最熟悉的 嗯 嗯 嗯 那啊 还有你的队友的话呢 我们队友肯定就还是日常 一个人 一个名字 江心熙 哦 对 我看 那其实在这里就是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嘛 嗯 有什么最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呢 不开心 最开心的吧 嗯 最开心就是我们这次分成这个舞蹈练齐的时候 就是特别开心是我们组关系特别和睦 嗯 没有什么困难 就真的就是大家 因为可能我是负责抠这个舞蹈嘛 嗯 然后小天是队长 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特别配合 嗯 练的时候就效率特别高 然后每次别人都说 哦你们好齐啊你们好强啊这样就很开心的 就是那种被认可的感情 很满足对吧 对对对 嗯 不开心的就是 哎其实有时候说实话 除了这一次录制 之前每次录制我都没有很开心 就是录制之后的那个结果就是让我觉得 有种怀疑自己的感觉 哦自己是这样的吗 那可能是不是只有自己觉得自己还还不错 还可以 对对 这是那 那现在是怎么样 那现在也也就是只是觉得 嗯 这次表现好了 但是确实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 就比如说如果台一天不是第一个选我的话 然后或者我的队友们 那个不配合的话 大家也不会说完成舞台 更不就说就是排名往前走 嗯 但是害怕下一次再掉下去吗 那肯定其实也还是害怕的 因为我觉得 嗯 这次录这个节目 因为我没有录过选秀节目 嗯 就是觉得真的太 未来的事情太为之了 就是可能今天很好 很多变速对吧 对真的就是 嗯 要多抓了有多抓了 对 嗯 所以就觉得 也是 反正希望能做好 嗯 下次 一定会的 继续加油 那现在不如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让粉丝们都更了解你一些 好吧 要快问快答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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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一个贪吃的宝宝吗 对 最爱吃什么 我妈做的炖羊肉 有机会吃到吗 有机会 哈哈哈 好的 那爱睡吗 爱 爱睡还是爱吃 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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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一些 那睡觉还是表演 睡觉 啊表演是哪种表演 上台表演 上台表演 哈哈哈 我以为我以为是那种 你确定 对对对上台表演 那唱歌跳舞 跳舞 跳舞 Rat跳舞 是更擅长还是更喜欢 喜欢 跳舞 跳舞 嗯 嗯 那最喜欢哪一种舞蹈 最喜欢 urban urban 对 哦 那最爱吃妈妈的菜吗 嗯 如果是咸的或者是甜的呢 咸的 咸的 咸的拉的 不拉不拉 不拉 那咸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哦 我知道 谈一天我是张胜兴 啊 谈一天 哈哈 你刚才不是这样说 你刚才选了张胜兴 快用快达二选一吗 好 那就是谈一天 嗯 还有 没了就是他赢了是吧 对 他是最好的那个 对 啊不是哦和江信息啊 谈一天和江信息还是和张胜兴 哎呀这个有点 谈一天吗 难选吗 因为张胜兴回去 不是江信息回去比较好解 哈哈 因为我们 谈一天就不好解 不不不 哈哈哈哈 那我们这个环节就到这儿了 谢谢你 继续加油 哇 原来MyTVSuper有这么多 亚洲超声团的组织物内容 我自己都没看过的 那你知不知道 用手机看还是免费的 快点收这个QR Code 大家记得上MyTVSuper看 亚洲超声团加长版 听说用手机看是免费的 他们每个表演 背后都充满汗水 他们没过一关 都是奋斗出来的成果 亚洲超声团闪耀舞台 要知道一众学员参赛以来的舍长经过 立即上MyTVSuper 亚洲超声团专区 除了有他们尝未曝光的幕后花水 还会紧贴赛程 报道学员绝密心声 记得上 亚洲超声团专区 直击超声舞台之序 全新MyTVSuper 智能解脉器推出了 快点来订够吧